香港近年经历不少起伏,不者从事地产三十多年。 见证过两次移民潮,第一次在八十年代初中英谈判的时候,其实当年所谓的移民,很多都会把妻儿送去外国居住,自己就做太空人两边奔走。 目的都是想获得外国护照,但是有些选择举家移民,将香港的资产全部卖掉,资金转移到外国去购买当地的房屋及作生活费。 这些移民的人士大部分都已回流香港,正因为是将房屋卖掉,需要松头来过,很多人都后悔当初移民的决定。 今次是第二波移民潮,是在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开始的。 可能有人会问,移民潮会否令香港未来的人才不足,或者购买力不足,对香港的房地产构成负面的影响,不者认为,移民潮或多或少对香港的房地产有负面影响。 但大家要明白,有人持官归顾理,也有人漏夜赶科长,而且按照香港每年的房地产购买量。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香港人有能力并愿意入市,已经足够消耗全年的供应量。 此外,近年来特区政府陆续放宽按揭保险的楼价乘数上限,目前已经伸延至一千万元内只需要一成的首期就可以上车。 这些利好激发购买动力,都足以令到人人上车的机会增加。 其实,年轻人毕业后,只需要牺牲部分吃喝玩乐的时间,减少生活上的消费去努力处备金钱。 努力在工作上打拼十年八载,就有机会上车。 除了每年的储备之外,更可值工作上的升职加薪及一些稳健灵活的投资积累资本。 经此奋斗期后绝对有机会达成上车希望。 各位会谈 przyp紧张 ! 请不吝点赞 地步及找刷屏交换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! 继续请不吝点赞 线糊徹 请不吝点赞 线糊征 请不吝点赞 线糊征